蔡少芬一直对外宣称婆媳关系融洽,但是从三电视就看出来,婆媳关系并没有表面那么好。 蔡少芬一直是公认的高情商女星,不论在家庭、事业以及孕儿上,蔡少芬都是很多人学习的楷模。 她和老公张晶的爱情故事,更是人人称道。 相比好闺蜜红心,蔡少芬学老公的眼光明显比较独到。 张晶是一个专业又顾佳,并且疼老婆的好男人。 她的内心也非常强大,丝毫不在意外界评论,他们是女强男弱的组合。 反而后继不发,如今张晶在电影行业也发光了。 蔡少芬对于婆媳问题,她信心是十足的,她认为自己谁都可以搞得定。 因为有一个好老公张晶在中间。 所以说,婆媳一旦出问题,男人要承担很大的责任。 但把老公能硬气地站在妻子那一方,都不会出现婆媳问题。 如果没有了丈夫调和,和公婆独处呢? 蔡少芬也开始有一些担忧,她担忧和公婆一起独处尴尬。 事情正名蔡,少芬和公婆在一起确实非常尴尬。 蔡少芬一直对外宣称婆媳关系融洽,但是从三件事就看出来,婆媳关系并没有表面那么好。 第一件事,蔡少芬和张晋到了公婆家楼下,节目组不让张晋上来,先让蔡少芬一个人上楼。 问题很快就来了,蔡少芬居然忘记公婆家是住在几层,简简说明了一个问题。 那就是蔡少芬虽然已经结婚十一年了,但是她和公婆要跟就不熟吗? 可见平时肯定很少有来往,儿媳妇肯定很少回来,才记不住公婆住在几层。 一般的儿媳妇,应该不会忘记公婆住哪里吧? 第二件事情,蔡少芬进门之后,公婆显得很客套,完全就把儿媳妇当成了客人,还端茶递给儿媳妇,过份客套就是生疏。 蔡少芬本来是一个高情商的人,没想到在公婆面前居然很有距离感。 蔡少芬称,你们家摆这么多零食,这里插个题外话,公婆肯定以为孙女偶来,特意为孙女们准备的。 此处你,能听出什么来了吗? 如果关系好的话,不是应该说家里怎么这么多零食,不是吗? 菜少芬本划分得很清晰,他们的小家才是自己的家,公婆家并非他们的家。 第三件事,儿子和儿媳妇来家里,作为父母不是应该要煮好丰盛的饭菜吗? 张静的妈妈却直接说,中午就做面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子isc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